有关地方消息来看到水利署第一河川局将在壮维祥新南地区新建新星抽水站 为让工程顺利完工 今天特别在新南活动中心举办了说明会 听取地方意见 期盼借此让抽水站的功能能更加符合地方期待 为了改善壮维祥淹水问题 水利署第一河川局计划在新南地区新建新星抽水站 并在今天举行说明会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加 并也提出多项建议 包含银水干道设置网子拦截稻草等杂物 以及施工期间道路维护管理等等的问题 新主庄这项就是我们的河南用盲 用盲啊 大家分拌嘛 水的流的银水干道 不要说什么都流的银水干道 去到河南的地方这么整整 整整整的草原室都没了 我们在地的人很清楚 因为你那些水出水的地方 太多了 太多了 你现在水出去了之后 因为那些大水的时候 水很大嘛 包括宜蘭湖的水位 包括南洋西的水位都进来 进来的时候你没有 你没有那个高点 没有点高的的时候 水出去了是冲的的时候冲没出去了 施工过程就千万不要叫delay 我们这些乡亲也不要有太多的 因为之前我们设计 我们都参与意见了 他们的专业也已经设计好了 在西港的过程里面 我们不要有太多意见去做董 如果去做董的时候 又大变境的时候 那一次拖会去都几六个月 所以要办好以后 一切今天都OK了嘛 就关于人家来做 他也都进去到 他也等关于人家来做 不要说高级新兰 还是美女这些人 做得到 我们母女都有这个 饮水也有问题 是很大事 我还等这个做得到 反正我做得到别人 医额局文员也针对地方 一路一一提出解释 并表示会将地方建议带回演绎 让抽水站功能更符合地方期待 一个阳城都有举到他里面 要为它夾出来 所以说 不用烦恼说 到时的 红台大海中 旁边的水 凝聚的时候 水不出 那是一个压力的问题 那是压力的三个出力 所以说 这些保存在夾的时候 都有可能说 台湾水的问题都会有可能对 新兴抽水站总工程费 约一亿五千九百多万元 分为营水道 至红池 抽水站等三个工区 预计明年八月完工 宜兰新闻记者 来复兴怎么不到 呢 我也不被人